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棵树我会先花四个小时某斧头住者亚伯拉罕林肯 首先我介绍一下住者亚伯拉罕林肯 他是美国第16任重统 作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美国重统亚伯拉罕林肯 被称为伟大的解放者 他创新理念 帮助许多人 各复 就现取得成功 为什么我喜欢这句名言 像我会 讲大家听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 有一个年轻人 来到一家木材厂的老板 那里找工作 老板看到他身体健康 勤奋 诚实 就接受了他 老板给了他一把葡萄 并指出他在哪里工作 年轻人很努力工作 他将上 扛着葡萄 走进森林 努力砍财 第一天 年轻人带回了18棵树 老板很满意 拍了拍他的肩膀 鼓励到 干得好 干得好 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砍掉了20棵树 然后是25棵树 30棵树 赚的钱越来越多 来第五天 年轻人曾找到晚 辛勤工作 决心自己砍的木头 比前一天还要多 可当他在数一数十 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砍伐的木头 只有15棵树 来第五天 年轻人曾找到晚 辛勤工作 决心自己砍的木头 比前一天还要多 可当他在数一数十 他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砍伐的木头 只有15棵树 他来找他的老板 相信都说 也许我已经失去了力量 我能砍伐的数越来越少 越来越累 防墓场老板看得棒上 悠闲的味道 你像一次磨斧头 是什么时候 斧头磨刀 我一直在砍书 没有休息时间 来磨斧头 年轻人 诚实地回答 那才是原因 老板说 人生是一场没有进入的 一场 在通往地下 人的目标 的路上 有所 因为对人生活 潜入感到茫然 许多人 急于 准数 既定 目标 既忘记保有他们的 机器 让成功失控 每天醒来 我们都有无数的事情要求 如果我们 忙碌工作 没有好的方式 那是最快的失败方式 从双面 研究学道的 教授 是 还叫有意义的 在做人和说情 之间 就 至少 都知道 你 必须 怪 可能 犯上的困难 只好 准备的准备 以免 就 受不起 做 做 受 药的 放 任何 说情 都 不要 准备 这些的 谢谢你 收看 昨天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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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